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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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看我們的 PCM Gadget Live 星期一又插播 沒錯 因為我們外面有些同事在玩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都挺適合近來的 因為這幾天都好天 都進入初夏 天氣很好 大家又可以交遊一下 交遊之餘當然放下航拍機 這陣子其實都有些新的航拍機出現 除了某牌子之外 還有一隻新的東西 這隻新的其實就是 叫做 EVO2 Pro 我們另一邊也有 Ellen 和航拍機和Lok Sir 會和我們 簡介一下這隻有什麼新機 有什麼特別的 當然 在介紹航拍機 我們沒有理由坐在辦公室 坐在房間裡說航拍機 沒錯 所以Ellen和Lok Sir 今天很好的 請到Lok Sir來幫忙 這個 漢拍達人 幫我們在南身圍 現在在南身圍 應該今天天氣很好 無論天氣 溫度都很舒服 雖然熱但又不是很曬 我們可以接一下Ellen 好 鏡頭一轉 過去看看 喂 聽不聽到 喂 Hello 過來你們那邊 直播室的畫面應該去了 南身圍 Hello Hello 我看不到你們的樣子 在這個畫面 在這個畫面上 不要緊 你不要看著鏡頭 對 我們看著 出街的鏡頭 看到街的 今天我是Ellen 旁邊 Lok Sir你好 香港的客界重環級人 Lok Sir在這裡 Hello Hello 剛剛也說過 我們現在在南身圍 後面看到一些人 都會轉動 想不到很多 今天來這裡做什麼呢 人家政府工剛好今天上班 我和你們兩個 其實這麼好天氣走來 南身圍 搞什麼呀 放飛機 Lok Sir是你拿手的東西 航拍機 那 好了 今天呢 我們就是放這一格 喂 新東西 這個紅色很鎮 這格就是Octel Robotics EVO2 Pro版本 Octel Robotics VO2 Pro 是啊 那其實呢 Lok Sir這次 為什麼會借這一部呢 其實呢 EVO 這個 EVO2 這個系列 其實就已經是第二部機 來的了 其實之前有一部8K的 不過呢 那一部呢 我們就 沒有借來試 反而就等這一部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一部是Pro版本 EVO2 Pro的版本 那 它就沒有8K的 不過 它只有6K而已 是 但是呢 它最厲害的呢 就是用了一吋的Sensor 在裡面 喂用一吋 所以你看到呢 這個鏡頭呢 都幾大了 記得嗎 嘩 正啊 整個大波 是啊 是啊 那正如你所說 它很Sharp 是啊 6K鏡頭都 很夠用 反而我們就關心 過Sensor 即是出到來的質素 更重要 避障功能 因為剛才我們 阿Locksir剛才都 除了基本東西 試一下這部機 之外 其實走過後面 即是 即是去過後面 這個大草地 有一個位置 是直入一個樹林 那樣的 那 傳說中有鬼的那個 哈哈哈哈 傳說中有鬼的那個樹林 即是某一個鐵路廣告 有一個樹林 流血那個 你這樣說我就想起 那 走進去那個樹林 試過這部機的避障 不如這樣 我都是P牌來的 我是韓拍機P牌 我們等阿Locksir 介紹一下這部機 以及他剛才試過避障功能 那一部分他覺得怎麼樣 好 那我選了 其實這部機 這個品牌叫Octel 那其實呢 傳說 都是一個 又有鬼 哈哈哈哈 很悠久 做無人機 佔了很大市場的人 就過當了這個品牌 就做了 結合了一些技術 就做了這部機 就自己跳出來 搞一間公司 就做了這部機 那很多人就沒有聽過這個品牌 所以就很擔心 究竟買不買得過 因為那個價錢都 有些 有些 有些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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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部機的賣點 最大的賣點 就是你不能炒 你不能炒 是你炒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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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員工很厲害 這個員工炒不到 最怕玩航拍機 就是炒機 你看到各個網上新聞等等 不知道什麼事都可以炒 他更厲害 你是炒不到 我們很努力地嘗試 去炒他 暫時都沒有炒到 我會繼續去試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炒到 原因是 有12個感應器 前面有兩個 後面有兩個 後面有兩個 然後旁邊有兩個 鏡頭也是一個 現在有6個 然後這邊有兩個 現在有8個 然後頂部有兩個 10個 這裡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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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個 12個 另外還有 你說車 沒有很特別 12個感應器 200個感應器 可以 但是有些品牌 它左右備障 在自己飛的時候 是不行的 是要用到一些自動功能 圍繞自轉才能用到 但是Otel這一部 無論任何時候 你自己飛都好 什麼東西飛都好 這兩個 左右感應器 都是有效 變相 打橫炒機的機率 都是很低 我們就試過 想打橫炒樹 前後炒樹 目前比進有 都是炒不到的 這個就是其中 因為剛才我們試過 大概是2.5米 轉於距離的感應器 和障礙物 2.5米 就是它的溫度 已經停了 已經是 所以變相 很多 另外 當然 暫時來說 沒有一部 航拍機 可以做到 一吋6K 可以做到 我們稍後再 在其他頻道 可能在其他YouTube的渠道 裏 之後再試 因為剛剛試完 我們沒有機 可以馬上上載出來 拿出來再上載 所以這個要再試 之後再試 所有的機器 都是這一部 最長 就算 飛不到40分鐘 其實我們自己測試 都起碼35分鐘 就是7個字 所以飛到你 就走 行航力很強 人們說 不夠時間 不夠時間 現在這一部 電池代飛行能力 就高了 官方說 電池 是7100mAh 可以飛到7-8個字 這就是電 而且 阿Sir 好像告訴我 有些特別的地方 電池 最怕 電池 會變胖 Alan 這方面很有經驗 爆這些東西 我已經穿了三個 因為電池 都不便宜 成千多米一粒 什麼情況 最容易穿 就是過熱 它中間 看到是透孔的 噢 給它一些散熱位置 對 這是過熱的問題 這是第一 另外它也有些智能東西 就是當舊電 如果充滿了 下雨 不空玩 其實它六天 就開始釋放電 放到安全的狀態 這個可能覺得 很多品牌都做到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過放的問題 以往的電池 如果你玩低過30% 你不充滿它 就會變胖 慢慢變 它不會馬上變 大約一個月 就會開始肥 兩個月 就差不多 好像伊倫一樣 唉 我都漲了 不要說電 它這個品牌 就認識30%以下 它是睡眠模式 睡著了 連按鈕都沒有反應 連任何電池都不會被消耗 連電池都不會被消耗 連電池都不會壞 直至充滿它 才能穿得到 我覺得這個跟其他廠商有少少不同 在保護機制上 比較好一點 實際上 就長測一下 看看它會不會變肥仔 是 好 電這個很重要 雖然電都可能說是消耗品 但是 有這些機制保護 電都可以玩久一點 不用這麼快 又給回幾千元 或千幾元 可以買到新電 是消耗品 因為你一定不會買到的 如果像我這樣 一次過 一次過 三個都會漲 基本上 你想要 飛久一點 你也要買幾個電 才可以 那裏都幾千人 有七分鐘 我想問一下 你們初步拍過 6K影片 你們自己覺得畫質 可以不可以 Lock Sir 這個就 先問Lock Sir 首先說 影片部分 6K 跟其他品牌的4K 的確像素是高很多的 而畫質的細緻度都高的 但是實際上 如果真的去拍片的時候 就要想 究竟你的電腦 或者你的播放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初步去比較一下 6K的質素是很高的 始終都是一吋感應器 你跟半吋 或者半吋 那些 質素相差很遠 但是留意就是 你能否知道 因為他6K 可以用到H.265 比較舊的電腦 就未必可以輕易 可以處理得到 所以他都有 他都有高清 可以降低質素來拍攝 如果降低質素 你就可以做到少少zoom 你買機的時候 有這個優勢 就是6K 有少少zoom 這個你就可以去想想 嘩 挺好的 其實我覺得6K 有用 因為你拍攝很多時候 都是上了天影 拍下來 其實你是想看一些 比較細緻的 一些細節位 可以測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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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不如這樣 除了相機之外 都可以看一下空 因為他都幾 跟我們建開 譬如說DJI 或者Power Off 其實都幾不同 是 是 他那個空最大不同 跟其他牌子不同 是 挺帥 有一個螢幕 有螢幕 這個螢幕有兩個用途 一個用途 就是可以顯示一些飛行數值 是 如果萬一你的手機死了 是 那你都還可以看這個螢幕 也都可以用這個螢幕 來做FFPV顯示 就是你完全沒有手機 我都還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是其他品牌 做不到的地方 當然他也有好有不好 就是 拿起來 我就覺得手機在上面 就少少力 就 不太平衡 但是 這個就是習慣的問題 就是看你用什麼品牌 而去 習慣拿一個控的手勢 明白 這個也是高亮度的 現在在這麼大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他寫什麼 是 很清楚 他也提到為什麼 手機把上高 可能後面是天線 可能你也會習慣一下 當然 幸好他也可以扭的 如果說 你 拍板上這裡 你的手機就會頂著 但是其實 你扭下去 你可以這樣 發射位 這樣 都可以的 所以你就看你自己的習慣 是 是 我有沒有大概試過 可以飛幾遠 現在我們試 如果官方聲稱 就去到差不多 八九公里 目前 因為測試 都是去到 一公里 多些 但是留意 香港的民航署指引 其實是五百米而已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是想著可以飛無限遠 但是如果 你跟回正常飛 高度是九十米 距離是五百米 這個 新玩的航拍 或者玩開的朋友仔 留意一下這個距離的問題 不要飛到幾公里那麼遠 很喜歡玩拉距離的嘛 哈哈哈哈 很多新聞 你都會看到 拉距離的那部機沒有電 可能會跌在一些 深處的位置 其實是很危險的 找不到一分鐘 昨天也有一件 特別的事 你說開這些 即是飛距離 是啊 雖然我又不倒馬 但是 在馬場發生了一些 大件事 就是 跑到第七場的時候 轉到大直路的時候 看到有個航拍機 在馬匹上高 很快就走了 但是問題就是 都是有點難搞 這樣會危險的嘛 是 其實 你怎麼看呢 其實我也是昨天下午 才知道這件事情 剛巧有個馬會 我都有幫他們做航拍 剛巧有個客人 就發了一個新聞給我看 清清捉到那個人 那個人 就是由城門河 應該是橫過馬場 然後 應該是飛向科學員的方向 以我所知 有很多新手 很喜歡玩這條路線 他們很喜歡試一下天線 打算拉他 由城門河 去到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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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紗兮巨峭那邊飛過去 但是 其實這件事情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就是一來你不是股市 還 Like 明知馬場跑一馬 你拿牠 verdad 你一起進去 如果是在銅鐵圖 影響到賽果的話 相信這個銀馬 如果要聯合起來 它 beadory 應該都能買到幾個 除了你說影響到賽果,也可能是少錢 但是你嚇到馬,或者人養馬 踩到騎士,然後馬就出了事 其實這也影響到人身安全 現在幸好就是捉到他 我覺得他未必是惡意的 因為捉到一個人,他沒有逃走 要看看官員和馬會怎樣去追究 但相信這件事都頗嚴重 所以新玩,特別是沙田友 不要再在城門河飛 其實城門河也不太適合放飛機 因為干擾很多,而且兩邊都要跑一步,踩單車 那你那邊玩航拍機,也沒有什麼好認 但是我見很多人都很喜歡在大圍那邊 沿著城門河一路去到馬安山 可以去到幾遠 就是網上一些奇怪的人 做一些很好的示範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的示範 就很喜歡在那邊玩鬥遠 所以跟手都可以追蹤這件事 其實民航處是有看各大的Facebook群 亦都會追蹤的 嗯,沒錯 亦都會追蹤的 但駱Sir跟著講的事,大家要記住 無論是新手玩家,新的飛手,或者是玩開的 都要聽著人家 別想着Facebook是私人過去,民航處是不會這麼啟 其實民航處信任了啦 爲好全卡在這座�上 因為我自己有主持一個Facebook群 民航處是有傳信給我來找找人 譬如看到青馬大橋、維港那些,他就要找人了 就是說我拍了一段影片在維港的 我發了上去Lok Sir的Facebook 你不要以為你發出來很威風,沒什麼 但其實是有做事的 甚至是真的會找回版主或Lok Sir 他會問是誰來的 他會跟著追究下去的 暫時來說,民航署都出了一封信去訊息 都指明哪一名,哪一個帖子 不希望現在給一個寬度給你們去玩 就是給一個自由給你們去玩 濫烈了這個自由,飛航機 其實沒記錯,那時候早兩年都是 在E-Formula香港搞的那個在中環都是有人這樣 又是在賽車的上高 都是馬上被拘捕的 有些網友覺得海上飛過 沒有做到一些危險動作 也沒有擊中過馬仔 或者沒有擊中過人 已經被魯莽或者危害他人 而入罪了 已經 不需要一部機撞到人 掉了下來 很多東西不需要來 現場觸動更加不及 其實現在的網路機 都有廢落的 就算你抓不到你的人 其實也有辦法找到你 你這部機裡面也有一個黑盒 記錄了很多資料 所以不要打算買一部機 弄傷人 走了就可以算 這個真的要大家多些 就是要多些網上資訊 知道多些 多些安全飛行 雖然你這樣說 雖然你怎樣也好 是要跟足指引去安全飛行 才會玩開心 而且不會累了大家 以後收緊條例的時候 無論你也好 所有人都變成不能這樣飛行 好 你們那邊也差不多了 我這邊說了很多 我都肺腑之言 有看我們的節目 或者之後 我們節目的朋友 或者是航拍愛好者 都要留意 其實有機會的話 可以跟Lok Sir 做一個專門講航拍的節目 可能講一下安全知識也好 教一下安全飛行也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之後有機會再合作 好啊 再等Lok Sir上來 好 謝謝Alan和Lok Sir 好謝謝 謝謝 好 聽完Lok Sir和Alan說的 新的Auto Robotics的新機 EVO 2 Pro之後 其實他沒有講價錢 他略略講了價錢 現在我剛剛找到 香港代理賣的價錢 大概就是15000元 15000元 15000元是 6K的版本 沒錯 6K的版本 15000元貴不貴呢 我覺得不算太貴 因為這個不是很入門的航拍機 屬於半專業型 正常價錢 正常價錢 我們是不是有片播 我們可以有片播 我們可以有片播 剛才Lok Sir 試飛的片段 沒錯 其實也有試飛 剛才Lok Sir 幫我們試飛 他跟我們檢查 在說話 我們就不要叫他在面前飛 又想著說話 又想著飛 很不安全 所以飛的過程 我們就另外 剛剛在之前拍了一條片 剛才Lok Sir也說到 其實這部機也有十五個 十二個 十二個 其實也挺多 實物來說 我這部機也不像入門級那種這麼小 因為剛才你看到 他的電子 其實也有回到尺寸 差不多整個機身中間 就是電位 其實應該跟DJI的Mavic 2 Pro 一類機差不多大 他可能會大一點 國家的設計不同 大家的大小體積都不同 但我覺得這部機的特點 真正的賣點就是 有十二個感應器 剛才Lok Sir也說 旁邊可能有一些品牌的航拍機 如果要做旁邊的避障 可能要自己旋轉 去偵測 旁邊會不會有障礙物 避開它 但這部機其實已經有兩個 左右兩邊有兩個感應器 去做左右避障 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你計劃 可能是水平的 左右至右 右至左 這樣去拍攝的時候 你 還有樹 你可能是 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你已經專注在自己的畫面上 怎樣構圖的時候 所以真的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講一下它的一吋感應器 其實它的一吋感應器 原來都是那一間 都是Sony Sony IMX383 它就說大概有這個 可以去到 可以去到一萬二千八 我相信應該用不到一萬二千八 夜景 很多時候我們看一些 不要說6K 其實現在YouTube上面 都幾多一些夜景的航拍 尤其是日本 其實有些都去到 Xport出來都去到8K 解像度 所以你說6K 6K有沒有用呢 Lock Sir就怕6K大吃 其實很多人拍到盡了 我相信 其實6K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Lock Sir說的意思 我要 怕很大 對 怕很大 買下這部機器人不介意 你預計了 你預計了一部 有這麼多電腦的電腦 去處理6K 那有時候 其實你可以6K 再下降到4K 其實整個畫面 會離開 是啊 現在的人拍片 都是第一個Source 可能先拍到最盡 即是你這部機器有4K 就拍4K 有6K就拍6K 沒錯 你有一個Source在手 你下降到去 例如我打算 原來之後 我只是放在YouTube 那我可以 YouTube的食度很高 即是說到4K 8K 沒錯 你說不是 我可能放在其他地方 又是Facebook 那可能我下降到1080 其實都不可以 最重要 我有一個漂亮的Source 而且很多時候 有一個Source 夠膩 夠細節 譬如我做一些Corp 或者是我想去做一些後製 一些效果的時候 即是你不會 Data lost 所以 沒錯 所以有一個保障 沒錯 即是有起碼空間 走斬 剛才 可能你本身 6K 可以拍到6K 可以拍到6K 當你 就拍到1080 其實都有一個 Losser Zoom的功能 給它 這樣 確認出來 其實它這部機 這個6K版 和一個入門版 也不是相差很遠 即是相差的價錢 我覺得 對 相差的價錢 少少 對 這個入門版 其實你算上去 也不是相差300元 美金 我們可以畫面看到 EVO 2 8K 這個不是8K 這個不是8K 對 1495元 美金 反而6K 比較貴 100K 它入門8K 那個不是1吋 對 不是1吋 所以1吋 那是比較貴 但是原來還有一個叫8K 加這個FIRMAL 可能 這個真的比較專業用 偵察 專業用 FIRMAL感應器 其實不是一般人會用的 可能用來測水喉 測工場 工場 或者一些天文台 或者工程 會用 有時候檢查大廈外場 有沒有漏水 四部機上去不用搭棚 沒錯 其實屋宇柱都好像有 一直有做開這件事 可能 現在圖片上看到這張 就是 FIRMAL的效果 就是這樣 有時候有些漏水 就要透過FIRMAL感應器 一掃就看到 或者有些電線槽 後盤 是 是的 那 看看影片的規格 三隻機 我可能 焦點在EVO 2 Pro 6K上面 都是支援HDR 10bit lock 雖然 速度最大 EVO 2 8K 就F1.8 EVO 2 Pro 6K 就可能F2.8 但是 其實相差一級 其實都不是很大分別 你這個反而是可以 調光 即是有一幅 你最小去到F11 即是有時候 你想的位置比較銳 可以調光 可以調小一點 就像剛才Lok Sir 今天 在南深圍這麼好天氣的時候 當然是調小了光圈 更快一點 更快一點 也都看到1-8倍 1-8倍 其實到4倍 就是Lossless 即是無損變焦效果 支援HDR-Op265的曲笛 都很齊 很齊 好 今天 跟大家 緊急分享 這個Auto 剛剛他們 這麼好天 幾難得 趁今天 為什麼不星期六日去做 剛才Alan也說 假期很多人 南深圍 我們都不適合去飛 其實剛才也看到很多人 都有人在後面 不過剛才他們試飛那一刻就ok 反而現在就多人 人多其實都不建議放下機上天 沒錯 下來的時候 人多其實都有點危險 所以選擇今天去拍 對的 還有剛才Lok Sir也說 原來Big Boss is watching you 大家不要想著 在任何的Facebook群組裡 就是理解的 有些東西拍出來是理解的 首先不要偷雞 偷了雞 原來偷雞就被人知道 偷了雞也不要這樣 偷了雞 偷了雞 沒有機會被人知道 原來後面一早就看著你 所以大家 手法是很重要的 可能看回民航署有什麼指引 令到自己玩航拍機可以安心一點 安心一點 而且如果越多人犯規 只會令到規則越修越緊 沒錯 大家幫幫忙 令到大家知道 如何安全地玩航拍機 如何都可以在最安全的情況下 用航拍機拍出一些 你平時完全想像不到的畫面 剛才也說回 我們剛才是用Cisco Webdesk的系統 做過世上會議 這個沒有 因為我們同事在外面 通常我們都會用一滴衣 今次忘記文劇 就插 他們在男身為用什麼力 沒錯 在男身為用什麼力 會不會是5G呢 我回來問Ellen 因為 當然是4G 我不知道 但我目前為止 其實畫面也很順 而且聲音 我覺得是很實正的 應該都很有影響 因為男身為有一個網絡 不知是受到的 沒錯 有一個網絡 剛剛節目開麥克風前 我在看直播 廣鐵就有新APP 後日6號 可以下載 新APP 講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新APP 加入了以前三個APP的功能 一個APP 看完車程 下一班車幾時 或者商場上的儲分 第二就是 這個新APP 可以在APP裡面買月票 不需要去站買 按鈕給了錢 然後把八達通拍到手機 就可以了 就不用專門燈到那個站 第三就是 這個APP 遲些 都可以支援到 二維碼給錢 當然 剛才也有記者問 那個二維碼給錢 究竟是 你這個APP的功能 還是什麼 有沒有跳出去 其實他就說 因為那個二維碼 最初開始的時候 都是跟支付寶 Alipay 香港合作 其實是同一個 那個二維碼 就是你開Alipay 給車錢 和開地鐵的APP 給車錢 都是一樣的 所以 初期都是這個 當然之後 就會有其他的支付的平台加入 但是 暫時 其實他們都說 要全香港所有集機 加個 QR Code 鏡頭 都要時間 希望今年內做完 剛才有沒有說 有什麼站 會是初步的事 有人問他5G又怎樣 如果QR Code 他就說是 南港都線 迪士尼線 可能遊客比較多 這兩個站都有 但是這兩個站 現在是關閉我的 哈哈 就是大家 已經有嗎 但是試不到 等疫情過後才有試 也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地鐵的5G網絡 這個很多人想留意 好消息就是有 可以用 但是壞消息只有一個站 就是太古站 還有香港電訊的網絡 其他站在鋪 但是未有時間表 未有時間表 明白 可能都陸續來 大家都知道香港電訊網絡 用什麼機件 硬件 其實 某些台 其他台 有兩個台 都是用這個硬件 我估計 其實都是先後次序問題 就是保持著會有 這件事可能暗示到 這件事 其實今次會不會 5G網絡 不是好像以前 4G或3G年代 是地鐵 鋪了一個網絡 再租回網絡商 而是各個別台 自己進去裝 因為他這樣回答 其實好像是 那個台進去 那個站裡裝 而不是說 我鋪了一個網絡 因為其他台 租我這個5G網絡 下地 這個說法 都可以這樣解讀出來 我聽到已經是這樣的 跟之前 可能是3G 或者4G的版本 有點不一樣 我不知道 時序上面 會不會因此拖累了 我不知道 不過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提到 其實很快就在 這個全線的 大部分站 大部分站的 月台 和大堂 都 全Wi-Fi覆蓋 全Wi-Fi 現在因為那些站 其實是 某個站 裏面有些 Hotspot 可能是等電梯的位 或者是售票附近的位 才有Wi-Fi 就不是全站 今年稍後 很快 一段時間後 就會有 全覆蓋 比如你等車的時候 其實你都可以用Wi-Fi 下載一下 都不錯的 我覺得 多個方法 我看看片 下載不完 立即按Wi-Fi 等車的時候 下載一下 都好 我覺得都不錯的 5G 一個月 就是從香港 正式有5G 都是四份的事 剛剛一個月 都是一個月 其實所有台都說 年底之前 都會有很多覆蓋 現在 可以多一點時間 機件要升級 反正手機的選擇 都陸續進來 沒錯 陸續進來 這下半年 一定會是 5G手機的天下 便宜未必 中紅櫃 選擇 旗艦這些 就不用想 一定是5G 中價 逐一逐都有 好 今集時間 就差不多了 走 我們應該星期四 會再跟大家見面 到時有些什麼 新的東西 大家星期四 就要留意 好 節目時間 就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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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